世界之大,真正优秀的人屈之可数,大部分人都终将平凡一生,这没有什么不好,本来就是生命的常态,然而总有一些男人,明明自己没什么本事,却总是不断地为自己各种开脱,不肯承认能力有限,把面子和虚荣生生地标在脸上,往往越没本事的男人,越是爱说以下这几句话,通常假不了。 看你身边有吗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,愿天尤人的话,生活中,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,每天早上起来,他就开始抱怨,抱怨天气不好,抱怨路上堵车,抱怨早餐难吃,抱怨工作不顺,抱怨爱人,抱怨同事,抱怨。 好像自己的生活中,总是充满了不如意,什么都可以成为抱怨的对象,抱怨是一剂毒药,若总是怨天尤人,从不反思自己,只会越活越痛苦。 作家李孝来曾讲过关于朋友金光的一件事,上世纪九十年代,金光改善家庭生活条件,便决定去银行贷款包工程。 谁了,因为欠缺足够的社会经验,识人不清,他被骗光了所有的钱,负债累累的他,每天为生活四处奔波劳碌。 努力缓解债务压力,李孝来了解到金光的遭遇后,知道他日子过得艰难,但并没有点破。 以此,李孝来在街上偶遇了金光,许久未见的两人便开始寒暄叙旧,李孝来本以为金光会就此事向他大涂苦水,抱怨生活对自己的不公。 没想到,金光对自己的遭遇只字未提,只是坦然地聊着近来的趣事,最终,李孝来还是没忍住问道,你为何不向我抱怨你的近况? 金光笑道,一味地向他人抱怨,也解决不了问题,又何必自寻苦恼,说不定还会成为别人的谈字。 还不如在人群后默默坚强,暗暗发力。 诚然,人生不如一十之八九,强者都能自度,只有弱者才会处处抱怨。 记得有位伟人说过这样一句话,要么你驾驭生命,要么生命驾驭你,你的心态决定谁是做起,谁是歧师,做人最怕的,不是失败,也不是贫困,而是遇到挫折时无法调节心态,心态决定一切,要想改变人生,首先要改变心态,心顺了,一切就顺了。 发脾气的话,曾经读到过几句话,很有意思,上等人,有本事没有脾气,莫等人,没有本事,而脾气却大。 越有本事的男人,素质,修为都越高,不管在外面受到了多大的委屈,遇到了多大的磨难,都会把他的脾气,怨气,关在门外,不会在自己女人面前抱怨这埋怨哪,更不会指着女人的鼻子大吼大叫,有本事的男人不是没脾气,是不对心爱的人发脾气。 人生是一场体验,欲是知道控制住自己的情绪,是一种智慧,能管理好自己的心情,就是人生赢家。 生活中总是有很多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,总是有很多我们无力改变的现实,总是有很多无可奈何的纠结。 需要我们选择释然,不去耿耿于怀,不去苦闷计较,坏情绪,很容易让我们失了理智,乱了思维,给自己和别人瞬间带来一场伤害。 忍,忍自头上一把刀,欲是学会咬牙忍一忍,尽量保持心平气和,不要失去理智,不要冲动办事,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。 不生气,心情就好,心情好,就会带势宽厚,生活才会顺心顺气,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,会让我们感到放松,不会因为生气而影响心情。 生气只会让自己恼怒,伤害身体,很容易丧失一态,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。 任你再怎么生气,集成的事实都不会为你做一丝的改变,唯有静下心来,思考问题,慢慢解决。 人生,不能输给心情,心态好,才能活得简单,不徒增烦恼,少计较,少生气。 对外人说狂话。 菜根坛中有句话,地低成海,人低成亡,大千世界,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,只有保持谦卑与低调,才不会轻易让自己露怯。 但是,越没有本事的人,反而意识不到这一点,偏偏喜欢对外说自己最厉害的话,诸如,谁也没有我厉害,谁跟我都比不了。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。 越是喜欢对外吹嘘自己,其实表明内心越自卑,越喜欢通过说这些话,让人高看一眼,让自己获得更多人的在乎与关注,但是,如此去做,往往最后是事与愿违。 当一个人经常对外吹嘘自己厉害,非但不会让人称赞,反而会更加认为你只是夸夸其谈,哪怕身上有一些优点,也会视而不见,真正有能力的人,就会静而远之。 真正有本事的人,不需要经常对外说自己有多厉害,来获取掌声,而是走好人生的每一步,通过不断提升自己,变得越来越好。 当一个人真正拥有了实力之后。 自身的认知与境界也会得到提高,就会懂得做人低调,才是最明智的选择,除了不会轻易让自己陋怯,还会少招惹一些纷纷扰扰。 爱找借口 没本事的人越爱找借口,喜欢说,我已经尽力了,不是我不行,是别人刁难我。 这种人一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,特别是结果不是很好的时候,他就喜欢说自己已经尽力了。 并且有时候还会怨天尤人,甚至把自己的过错推到他人的身上,而自己还从来都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误。 例如,有一个实习生在一家公司实习,本来平时工作的时候他也不是很认真,为了锻炼他,所以上司就交给他一个简单的工作。 那就是让他拿着一个文件去找客户确认一下,但是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,最后却被他给搞砸了。 回来之后,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就算了,还说是客户刁难他,经过一番了解之后,才明白并不是人家为难他。 而是他根本就没有提前做好准备,这样一件简单的小事都做不好的人,怎样能够出人头地呢? 苛泽的话。 老子说,大丈夫处其后,不拘其薄,人生在世,厚道待人,不仅仅是一份善良,更是在为自己积累福气,生活中,我们会发现,有的人一旦发现别人犯了错,便会步步紧逼,恶语不断。 在他们看来,对他人的指责越是严厉,就越能够凸显出自身的高明,然而,事实却恰恰相反,在旁观者看来,他们的苛责,只是缺乏教养与度量罢了。 一个人对他人的错误,批得太狠,很可能不但不会起到教育的作用,反而会令对方产生逆反心理,变本加厉,如此,便是得其反了。 古语云,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,过而能改,善莫大焉,面对他人的无心之过,真正有本事的人,不会紧紧抓着不放,而是能够理解他人的难处,点到极致,他们会真诚地去帮助对方认识到错误,最终改正错误。 一个人真正的强大,并不是变得高高在上,盛起灵人,而是能够平易近人,和光同尘,温和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 抬杠的话,舒本华说,在和别人交谈时,要克制自己,纠正别人的冲动,真正有本事的人,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争论上。 而没本事的人,却总喜欢找茬,他们一旦发现别人话语中的漏洞,便会极力攻击对方,来证明自己比对方聪明。 结果,他们不但没能赢得他人的敬佩,反而被他人比弃,甚至有些人,为了赢得辩论,不惜用诡辩的方式来颠倒黑白,这样的胜利是虚假的,不可能令人信服。 人与人之间,经历不同,境遇不同,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,得出的结论,自然也会有不同,站在自己的立场上,一味批判他人,只是暴露了自身的无知与浅薄,真正有本事的人。 懂得换位思考,会尽量地去理解他人的处境,所以,他们能够避免许多无谓的争论,所谓舍得,有舍才能有得,一个人只有舍弃自己的抬杠欲,才能海纳百川,容人之言,收获大格局。 一个人的本事,是需要自己慢慢打磨的,很认同这样一句话,成大事者,必有过人之处,一个人若想成事,必然得经受生活的考验,承受常人所不能承受的苦痛。 真正有本事的人,从不畏惧生活的风雨,反而会将其转化成前进的基石,人生在世,千万不要被生活中的烦恼所牵绊。 内心强大,才能勇往直前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